肌扫症 那要怎么样去预防他的肌肉 不会减少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措施 活跃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 其实最简单就是走路 我们的肌肉就是来给我们走路 给我们跑动 所以如果我们多走路 是最基本的运动 来减化这个肌肉 其实可能在看节目 不只是我们的乐龄人士 还有很多很多的年轻朋友 在这个非常时期 在家里看的节目 可能会说